今天的各位是做牛油曲奇蛋撻 現在我們先做蛋撻水 蛋撻水最重要的是這個糖水 不是雞蛋,糖水是很重要的 糖水首先用熱水,熱水是400,砂糖150 開溶了它,然後放在雪櫃,冷凍它 這些糖水,你何時做都可以 做好了就放在雪櫃 然後,為什麼要用熱水開了糖水呢 因為蛋撻,很多時候你看店裡 蛋撻水是很平的 但有些蛋撻水是蓋了一個鍋 就因為它不是用熱水開了糖水 直接就是水、糖、蛋、油 即是那些材料都放進去,一起拌勻 出來的蛋撻,蛋撻不平的 是蓋了一個鍋 你下次去到店裡,你就看到問題在哪裏 就在這個熱水開了糖水 先冷凍它拿來用 這個蛋撻水呢 這個份量是可以做18個蛋撻 蛋 輕輕地打 蛋法 這個法呢 是貼住它,不停攪拌 你不要在家裡拿筷子這樣打 這樣好像炒蛋那樣打 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將空氣打進去呢 你的蛋撻呢 就希望不夠的 盡量不要放空氣進去 這樣 差不多了 這樣呢 我們就倒入 蚊奶 鮮奶 九十四 差不多九十五 鮮奶 五十 這樣倒下去 攪拌均勻 好了,攪拌均勻 好了,攪拌均勻 我們就用網 篩一些蛋漿下去 好了,這裏呢 就已經完成了 蛋撻水 這個蛋撻皮呢 這個蛋撻皮呢 是可以做 寬撻 或者是可以做 蘋果批 另外呢 就可以做 雞批 哈哈 其實就是 你自己想吃什麼 就 拿來做那些撻皮 那有些呢 就拿這隻來做 芝士蛋糕 底 就是視乎你自己喜歡 好嗎 那 一般就是 首先就是 牛油 植物牛油 人種牛油 sorry 然後呢 跟著就是砂糖 砂糖之後呢 打到那些油 浮了 才好放 雞蛋 那些油打得越鬆呢 你的皮呢 就越鬆脆的 那 有些人就怎樣 問我呢 就 為什麼要用兩種油 為什麼不用一種牛油 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要加麻醬 麻醬呢 麻醬呢 是影響到 那個皮呢 會鬆脆的 因為我們是沒有加粉 沒有加蘇打粉的 就靠這個麻醬呢 而弄到那些皮會鬆脆 那你當然呢 油要打到它鬆 那個皮才會鬆脆的嘛 好嗎 好了 打完了之後呢 雞蛋都放進去 混合了之後呢 就是 花奶 花奶呢 就是用半罐 拌勻之後呢 就開始就放 高筋粉 低筋粉 那就打完就完成了 那如果它打起來呢 如果是黏手的 就再加少少低筋粉 再拌勻它 要打到那些皮是不會黏手的 不是說撒些粉下去 不黏手 戴手套不黏手 不是這樣 是要那個皮是不黏手的 好嗎 那我們就開始示範給大家看了 首先呢 牛油 牛油你隔一晚放在室溫那裡 然後呢 倒下去 倒下去 倒下去打 馬鈴薯 然後沙糖 怎麼沙糖要跟它一起打呢 因為你不是一起打呢 到時候的沙糖和牛油呢 因為砂糖是不溶的 所以一直打,糖就會溶溶 好,我們就用一個掌 用一個掌去打 不可以用球,也不可以用鉤 好,用一個掌去打 讓砂糖和油混合 然後才可以快速 不然砂糖到處都會飛 看到一整個掌去攻擊 本來都希望會有一個掌去 然後再用一個掌去,可以用這個掌去 好,可以用一個掌去打 好,可以用一個掌去打 為什麼要打到起呢? 像你做牛油蛋糕 都是這樣的 第一步就是油 一定要打 牛油蛋糕 香煎牛油蛋糕 都是這樣的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這樣打 來拿去 煮的油 煮到牛油 當分開 然後放進去 放在面子,便而用 慢慢放進去 就可以慢慢放進去 当不着地牢热吗 快点解散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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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